本堂课程学习目标 学会用PLC控制加工单元的 状态指示灯 加工单元状态指示灯控制要求如下 第一点 初始状态 设备上电和器人接通以后 加工单元各种状态回到初始位置 指示表示设备准备好 第二 正常工作指示灯HL1敞亮 否则 该指示灯以1赫兹频率闪烁 第二 若设备准备好 按下启动按钮 设备启动 此时 设备运行指示灯HL2敞亮 第三 在动作过程中 按下停止按钮 则HL2指示灯熄灭 根据控制要求 下面分别进行各长指示灯的程序编辑 编辑指示灯HL1提醒图程序 根据控制要求1所示 设备准备好 HL1工作指示灯敞亮 否则 以1赫兹频率闪烁 编辑出如下提醒图 动作描述如 下面动画所示 连击HL2灯程序 设备运行 HL2敞亮 如右边动画指示 若在运行中 按停止按钮 HL2灯熄灭 如动画所示 根据控制要求 将编辑好的指示灯程序 写入PLC 并进行运行调试 下面请看视频演示 加工杖指示灯调试 初始状态未就续指示灯 任意条件满足 则加工台未准备好 此时 黄灯一二之闪烁 初始状态就续指示灯 所有条件满足 则加工杖初始状态准备好 此时 黄灯常亮 启动运行状态 指示灯指示 按下停止 绿灯面 急停状态指示灯 再次启动 按下急停 观察红灯和绿灯情况 按下急停